詞曲 初音ミク 那我就不想要走 這樣不會大聲 對 不行 你好,我想問你這支麥克風有沒有可能被我夾在... 要不要試一下呢? 這樣行不行? 會不會見到? 我叫他夾在身上,謝謝你 有什麼方法可以被他夾著呢? 待會... 怎樣的? 放在地上 哦,好啊,好吧 好啊 各位都準備好了 我會開始的了 各位香港人,大家好 我是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南 今天在這裡我想宣布我將會參與 新界東民主派的初選 今天,人大常委就會開會 制定國家安全法的細節 面對來勢洶洶的打壓和壓迫 或者最理性的選擇 是放棄抵抗 是認明 識時務的人會恥笑我們 唐臂黨居 說我們所有的犧牲都是無謂 但這些人永遠都不會明白 我們前腹後繼 是因為我們知道 只有反抗 才可以改變到香港的宿命 面對極權 我們一無所有 只能夠用我們的人生 用我們的前程 甚至用我們的肉身 去抵抗這個國家機器 我們唯一有的 就是彼此 是每一位仍然不願意放棄的香港人 痛苦將我們連結在一起 但是唯有行動 抗爭的行動 以及 願意承擔這份痛苦的勇氣 才會令到我們 即使掃不相識 都願意無條件地信任對方 願意不計成敗 不計代價 可以為了對方的未來 付出一切 香港現在制度崩壞 法治無存 曾經的凡勝都市 現在已經只勝退換敗也 唯一值得我們繼續去奮鬥的 就只有每一位 同呼吸共命運的香港人 這場戰役 將會非常之漫長 每一個時刻 每一條戰線 我們都要做到最盡 嘗試打開新的缺口 新的可能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香港這個不民主的議會 它一直都在吸納 甚至是消耗 街頭運動的能量 但是2019年的運動裏面 民眾的意志 那種強度 已經走在政治領袖之前 議員 就和前線 和後勤 和家長 和街坊一樣 只是運動裏面的其中一個崗位 但是它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崗位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我們的議會 不應該拖抗爭的後腿 而應該載延這場運動 在國安法的威脅之下 民主派的議員 不應該再不斷退讓 而應該用盡一切方法 和中共周旋到底 過去我用一個記錄者的身份 見證過無數香港人 他們最純粹的勇氣和意志 這一場運動 也都迫使每一個香港人 反問自身 究竟我們每一個人做盡沒有呢 我們還可不可以付出更加多呢 在這一場無名者的運動裏面 個人的聲望 是很稀缺的資源 而立場姐姐的這個名 也都不僅是來自我 而是來自七一 七二一 以及無數抗爭現場 奮不顧身的無名抗爭者 所以我希望 可以將這一場運動 賦予給我個人的能量 還回給這一刻 運動所需要的地方 因為即使這一場是一場無名者的運動 但是這樣不等於 抗爭者的聲音 就要受到制度的阻撓 就等於我們不可以 進展體制裏面 人民本來應該有的位置 實踐我們真正希望見到的政治 我脫下記者證 是因為希望成為一個抗爭者 和香港人同行 一起面對我們共同的命運 就好像七日當晚 那些在死線之前 奮不顧身衝進去的手足一樣 為了每一個愛香港的人 為了我們共同的理念 無論面前有多少危險 多少威脅 就算我們的內心有多麼懼怕 我們都要一起面對 過去這一年 我們已經被中共 以至全世界見得到 香港人 是絕對不會屈服於這個強權之下 壓迫越大 我們反抗的能量只會越大 一色常傳 我都會和各位一起抗爭到底 絕不投降 多謝大家 我可以幫忙拿著 我可以幫忙拿著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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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呢 不是你的 我幫忙拿著 我幫忙拿著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嘩 你全身都是這樣 這樣會不會 不是這樣 不好意思這個怎樣 我可以 我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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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各位 自己領辦 其實 ok 好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可以簡單說 由記者去做參選立法會議員的歷程 是自己的決定 其實這場運動裏 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問自己一句 就是 ok ok 這場運動裏 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問自己 其實還有沒有更多的崗位可以去做 還有沒有更多的東西可以付出 而當我問完自己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知道 留在記者的身位 不是我可以付出的最多的事情 所以我會選擇走這一條路 那我期望是用立法會議員的生肯去做 那些不值的機場去做 其實現在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立法會 民主派要過半的這個目標 我希望我的參與 可以幫助到大家去達成這個目標 那 因為我都知道你又是簽了一份 確診的決定選 即是結束五大訴求 你擔不擔心這個行為 可能會遭到DQ 或者一年之後會遭到選舉 其實DQ從來都是看這個政權 想不想DQ你 而不是看到底我們說過什麼 或者做過什麼 正如曾國衛他會說 是否反對人大的決定 就是不尊重或者不效忠於特區呢 我想問的就是 當人大代表 都可以就國安法投下反對票的時候 我們作為直接受影響的香港人 如果我們想表達我們的反對意見 我真的看不到我們是有什麼錯 我會跟從民主派協調的決定 是 今天人大都有開過Action 1 比如說四類人士 可能會維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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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 其實目前我們看到過去一年以來 不同界別的香港人都已經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 而從政者他們面對這些打擊或者針對性的攻擊 也不是說遇見不到 所以我自己也都會做好一切的準備 我們會遇見可能有一些很壞的後果等等 但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我們現在做不到的事 我想問如果真的入走南法會的話 我們可以見到江湖政府是一個很大的選票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其實立法會過半的這個選票的民意授權 它將會在國際上得到最大的認受 從而是可以幫到運動的其他戰線都去推進 有沒有其他 你對自己可以入選這個立法會有多大的傷心呢 我會盡我的所能去說服選民在之前 我會盡我的出現 我會盡我的出現 謝謝 謝謝 大家可以來應領 OK OK了 謝謝 謝謝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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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立場新聞觀眾大家好 剛才記者在沙田的火車站出面 今天剛才有一個街站 剛才畫面上大家看到的 就是前記者 前南場新聞記者何桂蘭 他今天宣佈會參與民主派新界東的初選 意思是他會參加這個協調 來幫助民主派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盡力爭取35家 剛才也說到他過去曾經是一個記錄者的身份 但他覺得外界給他所有的這些有關記者的Title 並不是只是去標記他 而是代表所有7.1、7.21所有無名的抗爭者 他這次就脫下記者證 希望自己都可以成為一個抗爭者 因為他要去代所有在一場運動當中的無名者 他們去發聲 去助言整個運動 在山田站的直播暫時來到這裡 稍後會有更加詳盡的報導 大家可以繼續留意《流場新聞》的其他消息 很感謝各位 讓人有否在稍後 場рав着選話 二婦 感谢观看